宜兰地检署在13号持搜索票 以罗东土地开发案 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案由 大动作地搜索宜兰县政府 罗东正公所的30多处地点 原来检方追查的弊案 疑似就是这几年的 大罗东地区治水防灾区断征收案 如今建设处代理处长吴朝勤 还有县府农务科科长吴东云 遭到了深压获准 而县长林姿妙 还有大女儿跟二儿子 则是独保请回 县长你知道什么事被约谈吗 宜兰县长林姿妙 14号凌晨被带进宜兰地检署 面对提问不发抑郁 看起来疲惫不堪 还要靠旁人搀扶 许兰还好吗 还好吗 上午9点半结束征讯 只简单回答谢谢大家 不过从前一天一早就被搜查关闭 紧接着检方征讯马拉松 林姿妙脸上卷容藏不住 14号连镇署人员在检方指挥下 以罗东土地开发 设犯贪污制罪条例等案由 大洞所搜索宜兰县政府 和罗东正公所等30多处地点 讯后林姿妙和儿女吴宝请回 地震处长杨冲明 设犯诈欺取材罪嫌 5万元交报 建设处代理处长吴朝勤 县府农务科长吴东元 设犯贪污制罪条例 嫌疑重大且有勾串之余 检方申请积押获准 非告林姿妙 金甲官讯后 认为其等所变各节 有进一步查证之必要 讯后先行请回 根据了解吴朝勤和吴东元 几年前承办大罗东地区 治水防災区断征收案 大规模的农地被变更为非农业用地 被怀疑土地多名地主 免克征土地增值税及田赋等 以及将罗东运动公园旁 1块1.3公顷的土地 在住宅区土地和机关用地间做更变 疑似有土地嫌疑 虽然目前检方还没掌握土地经流证据 却不排除林兹庙身为地方首长 可能事先知情 仍将他列为被告 连政署的大动作 也为年底的宪长选情投下变数 记者李克燕一览报道